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 市場一直都關注外資企業有沒有陸續撤出香港 從事保險業的立法會議員陳佩良 在接受本網專訪時說 據他了解有部份外資企業將駐港人員調往新加坡 但主要是防疫隔離等原因而不是因為國安法 很多人都擔心國安法各樣東西出來之後 很多自由上的自由各方面都受到影響 但國安法出來只是限制了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對日常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商務活動各方面的事 其實都沒有影響 所以在這方面我也了解過一些外資公司 其實他們對於國安法的實施 其實沒有太過負面的看法 反而覺得整個香港的經營環境穩定了 香港的局勢穩定了 反而更加有利於營商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向積極的方面去看 香港的防疫措施 相對於新加坡和鄰近地區都是比較緊的 例如我保險行業這樣說 其實我知道有一些中層的管理人員 其實有一部份也都因為防疫措施比較緊的話 他們也都申請是不是可以調職我去新加坡 我做著一輪先 短期來說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少少影響 但人員流動很快 香港一回復正常 這些人就會搬回來 會回來香港 投資推廣署的數據顯示 去年外資駐港總部和辦事處的數目 有超過9000間仍然倉新高 未見國安法引致撤資走人 外資企業沒有大規模撤走 但港人移民外地的情況就遲了 陳佩良認為這個是信心問題 相信香港只要有機會 最終有人會選擇回流 人員的移民各個方面 這是實際存在的 你說是不是嚴重到很緊要 影響到現在我們整個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覺得未必去到這一步 始終我們可以回顧以前97前的移民 當時大家亦對香港沒有信心 很多人去了移民 但老實說 去到外地移民 發展的基礎和香港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你看到97移民的人 其實大部份後來都回到香港 這一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移民的潮 我覺得也是一個正常的 還有我們要看到 香港其實一向都是一個人才流動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內地的專才 也都來到香港發展 香港有人去了別處發展 給了一些空位出來 令到本地的人可以有機會向上游 另外我們亦都可以通過 其他不同的人才政策 吸引外面比較優質的人才 回到香港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危有機 在這個人才裏面做一個流動的時候 會不會對香港未來的發展 特別人才適合未來 將香港的經濟 形勢發展的人才多一些 亦都是一個替機